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座南宴党山下的历史小城 流传着这样一种传统艺术 墨西 这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次演出 平阳县木偶戏保护传传中心 来到了藤代村苏不清励志教育馆 演出的主要内容为木偶小戏 一共九部剧目 像木偶传传中心是有宋喜下乡 还有个戏曲镜校园 还有个我们团部的周末剧场 这里我们一共有五十五场每年基本上 另外一个就是它是配合非议活动的 一年有四十多场的演出 这个演出我们最大一个练点上 我们广泛动员本地先土文艺志愿者 那么他们自己演给自己的人看 那么在老百姓里很受欢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了能让台下观众 看懂由木偶演出的一场戏 背后需要很多人相互协作 第一个步骤 就是从制作木偶开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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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演员就要进入 循环往复的劣迹阶段 因为木偶脸部没有表情 要把它喜怒哀乐表演出来 就需要演员 把自己的感情附加到木偶身上 我们演员 木偶演员跟戏曲演员 其实大多数差不多 我们要理解这个人物的性格 比如历史背景这些 这样更有利于 创造这个角色的人物的性格 比如贪婪的 或者是正直的 这种了解这种历史的性格 跟人物的特色 然后根据我们创现的 有些动作的设定 然后体现出木偶的人物的个性 平洋木偶以提现木偶最为独特 这就需要演员记住 拴在木偶身上的每一根线的位置 少的话一般是 12到16根都是少的 多的话多到32根或者34根左右 这个的话就按照我们每个演员 都要熟悉我们穿线的上面 我们所说专业说的线板 我们线板的线位 就是有一定的规律 就脚线在哪儿或者手线在哪儿 或者后线在哪儿 有一定的规律 除了几个特殊线位以外 所以我们演员都是 自己的角色自己穿 穿了自己用 他才会知道 就是知道我每根线的位置 每根线的那个长度 都是那演员自己控制 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按照张云区的说法 要想成绝上台演出 至少要练习十多年 前期学习的话很枯燥 就是因为我们练基本功的 就是那一套基本功 就是你每天都要去练 而且是重复的练 不是说练一遍两遍 应该来说在这个高台上面练习的时候 就是我们就是顾不及边上的 因为我们上面高台是铁架子 有时候练功的时候 经常会脚啊手啊什么 经常撞到 就是他顾不及 我们只顾及着木偶的这个形体 顾不及边上 因为整个铁架子就是 连着自己身边的 有时候脚啊什么 经常就是乌倾 就演员经常演出的腿 经常有这种乌倾很多的 对不对 就是前面的手太紧了 这出白蛇传 是平阳县木偶系保护传承中心排练的大戏 这些年大大小小演出几十场 剧团领导也曾带领木偶系走出国门进行公演 受到国外观众一致好评 这几年我们也是受世界各地的一些邀请 赴各地开展的一些文化活动比较多 像我们16年的一个参加卡塔尔的一个中卡的年会 17年我们参加克罗地亚的木偶系的表演展演活动 18年我们参加菲律宾泰国的一些春节的欢乐送演出活动 之后我们还参加罗罗斯还有荷兰等等的一些活动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平阳县木偶系保护传承中心 既保留了几代演织人员对于传统木偶系的传神韵味 又巧妙地融入了现代化多媒体等技术 通过创新的手法呈现在舞台上 现代感加上科技感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加入其中 我们这几年就跟上海戏剧学院联合办班 联合办的就是木偶系这个表演人才班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高素质的一个平台 培养高素质的这个专业人才 观鲜声声丝丝入耳 一根根长线使平阳人与传统艺术紧密相连 不用当言官报老眼来舞秀一郎当 未来平阳将大力发展传统文化 以志愿服务为基本形式 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平阳大地落地圣根 让更多的艺术作品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下 继续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